你好 請問一下急診那邊 新冠的那邊的電話是幾號 陳啟香在高雄榮民總醫院 衛生護科工作超過二十七年 新冠肺炎疫情讓大家更認識了 醫檢師這個工作 他們是站在最前線 與每個檢體奮戰的第一人 當有一天出現一個陽性的時候 那個心情又非常的不雜 你就會開始去回想 我剛才做的時候 哪一個步驟是不是有不小心 那待會會不會我身上啊 或者是帶著細菌 帶著病毒 那回家的時候 家人感染了怎麼辦 四月下旬海軍爆發 磐石艦群聚感染 陳啟香被緊急召回上班 面對大批檢體湧入檢驗室 他與同事通宵工作沒停下來 一直到隔天凌晨 做到眼睛就霧茫茫了 就是真的很還蠻辛苦的啦 所以那天走出去的時候 天是亮的 這是第一次我來這裡工作二十七年 第一次就是下班的時候是天亮 新冠疫情對人類是一場集體考驗 也是一次集體反思的機會 在歲末年中 陳啟香的最大期望是疫情趕快過去 人們不再重蹈覆徹 重返過去安全安心的生活模式 這一次疫情讓大家看到一檢視 但是其實啊 我的感覺是各行各業 大家都在自己的崗位上 非常的認真 然後遵守我們國家的防疫政策 我們才會有今天這麼安定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是國家隊